護車火速趕到事故現場 只見一位阿公抱著一名兩歲孫女 女童全身都是傷痕 她的阿姨則是驚嚇過度 癱軟在田裡 監視器也拍下當時有人騎車來求救 居民立刻衝出門救人 到場才發現女童被狗狠狠咬住 事件發生在三號下午四點多 屏東坎頂鄉岩管路附近 當時女童跟阿姨散步 這隻狗突然衝出來攻擊女童 女童阿公看到之後把牠們拉開 但女童這時全身傷痕累累 多達四十處的咬傷送往醫院救治 四主沒有回應 不過有向農業處表示 是當時有把狗綁好 牠也不知道狗為什麼會跑了出去 咬合力牠是很強的 一般去做應該是 捏跑或放在籠子裡面 狗的外型蠻像比特的 那我們查牠的登記資料 牠是所謂米克斯 狗臉辨識系統先去做辨識 受傷女童目前住院治療中 小小年紀經歷這樣恐怖的情況 心裡恐怕會有陰影 醫師建議畫畫治療 那兩歲的小朋友不見得很會表達 這時候透過這些畫畫繪本 跟著小朋友做一些 手的動作去打大叉叉或者是塗掉 慢慢去帶出這些不好的陰影 似主說有把狗栓好 但是狗狗跑出來傷人是事實 到底是哪個環節發生疏失 還有待進一步釐清